哈囉大家好我是惡靈 我們啊 因為現在Mavic Pro啊 二代已經出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 跟人家收一台二手的一代 我終於啊 把Mavic Pro 賣回來了 其實剛剛去面交的時候 發現賣家是一位 在販售露營相關器材的業者 OK 好 然後 他其實放出來這一台 Mavic Pro的配件有很多 大家有看到 這邊非常多 有一台主機 然後 這是全能套裝組啦 除了這個以外 他其實還附贈很多獎給我 然後還有 車充 原廠車充 然後 智能電池充 然後 還有一個很大的 防水殼 單肩包 那其實有一些是 你買全新的 combo組 就Mavic Combo組 他就會有了 對 好 那 其實 恩 好 其實主要啊 恩 因為我還沒有玩過空拍機 然後這部影片其實是想要 就是我買 空拍機 二手空拍機的這個 購物經驗 就是針對剛剛整個 恩 購買的狀態 的新的感想 來跟大家做個分享 對 然後 因為其實面膠的時候 可能有 很多新手會跟我一樣 就是 我沒有玩過空拍機 我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要檢查一些什麼 然後 好家在我剛遇到 賣家 他很佛心 對 他也很細心的 一個一個步驟 跟我介紹 好 比如說 好 我們先講第一個好了 就是 你拿 你在面膠 面膠空拍機 的時候 第一個 你要注意的一定是 這個三軸鏡頭 他其實 很軟 然後 裡面就是靠一些 排線撐著 所以這個東西是絕對 要運作正常 他不可以傷到 有傷到他可能會 會 不能正常的 運作 對 所以你們在面膠的時候 這個東西 三軸鏡頭 一定要檢查清楚 好 然後 再來第二個 一定要問清楚說 像我之前買的時候 我每一位我都一定會問 比如說 機器有沒有摔過 有摔過的話 那是摔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有沒有 送修過 就是炸雞 大家俗稱的炸雞 有沒有送修過 然後 如果是有送修 那 一定要確認一下說 是壞了什麼部分 然後拿去送修的 那現在這個壞掉的地方 修好了 還有沒有後遺症的產生 因為買二手的機器 很多時候你可能會 因為買了新的機器 很開心 你就會忘記要去注意到 這些小細節的部分 好 然後再來就是 機翼的展開 它是不是正常的 你在展開的時候 在收折的時候 它會不會卡卡的 OK 就是你在 你在做收折的時候啊 要很仔細的去看一下 就每個小細節啦 我現在 我現在收起來了 但是我這個 這個獎 下來的時候 它這樣子的過程 它有時候其實會去 摩擦到 所以這邊其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邊啊 有一些摩擦的擦傷 我覺得這都很正常 對 不會太care 其實機器完整 正常可以飛 就可以了 然後 再第三個 大家一定要去注意 就是 電池的循環次數 電池循環次數 這個東西 它就是 代表著 你空拍機有沒有很常飛 因為有一些人 他 賣了 可能不常飛 好 那 電池每一顆 循環次數是多少 我相信 大家買二手的時候 大部分 都會很在意說 你 就是 你這個商品 的使用頻率是多少 就像我們在買賣 二手的相機一樣 你的快門次數 所以 你當然循環的越多 你電池就越容易老化 老化之後 你可能就會需要 它就會比較容易耗電 那你可能就會需要換新的電池 大概是這個意思 對 好 然後我特別說一下 因為其實這個 Mavic Pro的鏡頭蓋 大家每一次 每次飛完都一定要把它收好 不然其實它會很容易會撞斷 對 我現在試試 收一下 看不看 好了 這樣就好了 好 第四點 遙控器的部分 就是 遙控器的部分 每一個功能 其實都要 可以的話 我建議大家都要測試一下 每個功能 比如說你開機這麼正常 然後你的拍照 你的錄影 那像 你沒有 如果沒有飛過空拍機的經驗 我也覺得沒有關係 對 你可以請 賣家 測試給你看看 比如說 請他幫你測試 測試 飛上去 大概環繞個一圈 然後錄影 拍照 各功能 我遇到的賣 就是 就是 看過的賣家 有一些 有詢問過的 大部分都會很樂意去 做一個 簡單的教學 對 因為畢竟空拍機 它有一個 該怎麼講 社會責任在 就是我們在飛行的時候 需要注意一些法規 然後需要注意 你會不會傷到人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注意的 所以大家買二手空拍機的時候 大概把下列這些事項 注意好 就可以了 對 然後 喔 我大概講一下這個獎 這個是剛剛 剛剛賣家 他介紹給我 他大概跟我聊一下 有跟我說 金銀獎的 和原廠獎的差別 這是金銀獎 這個是原廠獎 對 那金銀獎過名思義 就是他 他在起步 他在轉的時候 會比較安靜一點 對 我聽到消息是說 通常你其實飛 10公尺以上 你已經聽不太到聲音了 所以 有沒有金銀 其實沒有差 OK 然後啊 當然你要酷炫一點 這邊 這種 碳纖維的 然後這上面啊 還有一些 彩繪的 圖案 對我覺得這超酷的 他很適合拿來展示啊 然後你說要真的拿來飛 然後他 刮到 可能會 有點捨不得 像這一隻也是 對 這其實都 還蠻有質感的 喔 然後 還有一個車充 對 這就覺得 非常的實用 因為 你出 出油的時候 如果你是開著車 你在山上 你沒電了 嗯 車充 很方便 對 好啦 以上大概就是我今天 嗯 在收 Mavic Pro的二手的新的啦 然後 也希望說 如果你也是新手 然後你也要買二手的Mavic Pro 你可以 再多留言跟我做個交流 希望這支影片啊 可以幫助到一些 嗯 真的有在爬文 然後做功課想要買二手Mavic Pro的朋友們 那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你覺得 我介紹的還可以 那請你可以幫我按個讚 然後幫我分享一下 就這樣 掰啦